Wentwint有粉丝花费人民币1299元买梁静如演唱会门票 被舞台周围的大柱子挡住视线 图翻社交点是歌手梁静如相隔三年启动海外巡演 当我们谈论情世界巡回演唱会 上月20日起连二天在上海举行 过去有粉丝表示 自己花费人民币1299元约新台币5613 买门票到了现场 却被舞台周围的柱子完全挡视线 看不见歌手消息曝光后引发热议 目前徐区肖宝伟已经介入处理 综合路媒报道 一名网张女士表示 自己花费人民币1299元买到二楼看台的唱会门票 没想到他的座位竟然正对珠一根钞 柱子直接把歌手完全挡住 从他PO出的照片可以 到视线前方真的就是一根大柱子 完全看不到 手据悉 一名刘先生花了人民币999元约新台币4317元 门票也遇到相同情况 粉丝表示花费人民币1299元 梁静如演唱会门票到现场却被舞台周围的大子完全挡住视线 图翻射焦点视频消息曝光后 客引起热议 由几百名前往看演唱会的民众都到相同问题 对此大卖网客服表示目前正在跟办单位沟通此事 而主办单位上海魔方泛文化一有限公司回应 售票时他们并不知道舞台设有四根柱子 目前徐会区销保委已经介入 并约该公司后续将督促制定处理方案 延伸阅读